从林间夜影间露过的阳光带着朦胧的金绿 斑驳地点坠在车厢褐色的遮阳顶棚 骑着驼兽 伊恩跟随在缓缓向前的商队中 他仰头看向阳光的来源 长天辽阔 却被树枝分割开来 染上一丝盎然绿意 树枝上有着几只常见的小翠骨雀 雨色浅绿 有着一圈褐色的景雨 正歪着头打亮着这只商队 叽叽喳喳 或许是脑袋比较小 亦或是真的胆大 他们并不怕人 所以经常变成男领孩童家餐的小点心 小翠骨之名因此而来 伊恩也吃过 口感不错 不过今天不是时候 初夏的鸟儿野兽 商队沿着关道 朝着东北方向行去 白市商会 白市船队 都是哈里森港白知名的家族产业 伊恩自然有一定管理权 不过这次他并不是作为商队管事 仅仅只是一个随队出城 中途就会离开的乘客 当然 也不会真的有人就把他当成乘客 伊恩一人就能独占一车一驼兽 管事经常跑去嘘寒问暖就是名正 这支商队中里面不仅仅只有白知名 还有其他哈里森港的采药人与猎手 他们和伊恩一样 都是在中途就会离开的乘客 他们的目标 则是前往拜森山脉的入口进行远列 虽然南岭资源丰富 但城市周边大多都已经搜刮干净 即便有也基本是被本地领主意或是土著圈起的地盘 想要真正的获得够分量的猎货 得进大山 进行长达数个星期乃至于超过两个月的长时间搜货 这便是远列的由来 在南岭山民的传统中 只有经过一次远列的人才能算是成年 在这过程中 猎手会学会独立生存 寻找猎物 判断并利用周边每一点可以利用的事物 以及与值得相信的同伴联手对付足够棘手的猎物 伊恩的游历 本质上也是一种远列 这些想要进行远列的猎人和采药人 大多都是经过魔力过的好手 但如今泰拉大陆仍然算不上太平 南岭这地方尤其 不谈土著山民 刘斐强盗 飞燕帝的特战队的确已经渗入到各个自治区和殖民地周边 制造了不少骇人经文的惨案 譬如说三合城周边的米纳镇就被一头硬甲熊袭击 好几家人都被活生生地吃掉 镇子的牧墙更是被破坏大半 可硬甲熊是只吃鱼和蜂蜜的温和熊类 后面赶来斩杀巨熊的三合城生化者发现 这头硬甲熊感染了一种源自于飞燕帝的真菌 鼻子被破坏 故而凶暴化 而类似的真菌感染迹象正在扩散 不少野兽都出现凶暴化的倾向 飞燕帝的生物战已经开始了 这种时候 还要单独出行 多少有点心大 所以聪明的南岭人都会选择结伴同行 亦或是干脆找个商队搭货 商队里面大多都是熟人 不过伊恩真的谈得上认识的也只有布林一个人 这位采药人在当年与土著的血战后 痛定思痛 觉得自己倘若还是以前那样混日子的心态 别说洽烂钱了 很可能会被土著亦或是野兽当成烂肉洽掉 故而他苦练几年 通过商队的考核 成了一位带队小队长 伊恩 怎么样 还适应吗 这位身材高大的钱财要人骑着一匹驼马靠过来 他笑呵呵的套近乎 第一次出远门吧 需不需要我传授一点野外生存技巧啊 放心好了 不收钱 得了吧 伊恩瞥了他一眼 故作不懈道 我只是没出过远门 又不是没出过港口 我杀的魔兽数量可能比你见过的还多 用不着你来教我生存技巧 但假如你愿意付我钱的话 我可以叫你一点迷宫之事 那我可没钱 布林抬手投降 当年布林的确想要抢抢伊恩的棉粉 但不谈这本就是少年估算好的诱导 后面他为伊恩的安全拼死战斗之最后 所以少年早就原谅了对方 一家人嘛 都是误会 这些年来 布林也经常带着市场最新的草药消息和一些小渠道过来提醒伊恩 现在应该购入哪些便宜又实惠的草药囤积 所以双方关系还不错 你要去莱安岭 咱们在米德拉自治区就得分开 那地方位于两山小盆地 只有一条路直通 寒暄后 布林便开始说起正事 他对伊恩展开地图 细细讲解道 咱们需要先经过大裂谷和幻境迷宫郊群的影响区域 路过安摩尔镇 紧接着抵达三河城 这一路都挺危险 需要小心 再向上 便是山民的电山峡口 背后便是玛瑙石平原 到这就太平多了 咱们在玛瑙石平原分开 我们继续向脑曼城走 而你转道去莱安岭 全城可能需要十几天 一路上不会有强盗什么的吧 伊恩觉得这个路线并无问题 便点头 然后随口问道 你们平时遇到强盗山匪是怎么做的 给钱还是战斗 需不需要我把他们扫一遍 嗨 对于这个问题 布林只是摇头 玛瑙石平原以南哪来的强盗啊 强盗能有咱们这儿的土著兄 强盗收了钱就开路 指不定还能做点生意 土著可是会吃人的 也是 伊恩想了想 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有些无稽 别看红山林土著现在是衰败了 但归根结底也是有着自己升华者传承的势力 强盗这种游冰散涌 亦或是活不下去的平民 赶进哈里森港周边的邻区 结果恐怕就是给土著送新鲜外卖 明白了 伊恩对布林道 有事记得叫我 遇到好东西也找我鉴定 自家商队 不嫌麻烦 假如遇到不长眼的土著义或是强盗 也记得和我说一声 我要实验新武器 好 但魔兽都比这些家伙常见了 布林哈哈一笑 他挥了挥手 继续去前面带队 而伊恩只是微笑 像布林这样的资深采药人 经过专业训练后 是南领商队最好的护卫 在商队前进时在周边巡视游异 监控周边情况 也更容易发现林中的陷阱翼或是自然瘴气源 伴随着可以驱赶野兽的铃铛声 商队平稳的向前行走 时而步入森林 时而来到河畔 一时小雨 关道旁的树木便开始呼吸 白雾在树木间流淌 这是大红山林区特有的现象 据说森林会通过这样的雾气交流信息 就像是蚂蚁间的信息素那样 时不时能看见伊沃克河的河道 波光林林的河道里经常有着商船顺流而下 运送可以造船的巨木与货物 如果不是伊沃克河的源头在拜森山脉深处 而是在脑曼城周边 那哈里森港的建设速度能快上十倍 伊恩享受着路途边的原始森林景色 即便是帝国的力量也不能长久地约束这片大地 数十年前开辟的关道如今已经有些破损朽旧 或许再过十年 这条道路就会重归蛮荒 那些攀爬在路面上的杂草 小树与覆盖上一层苔藓的松溃浮土就是名正 但那也没有关系 总会有新的路被人们走出来 但少年也不仅仅只是凝视着这些美景 第三个 他看着树上的鸟儿 竖着莫名的数字 然后微微点头 数量还真不少 不过因为并没有立即的危险所以他魂不在意 只是继续骑着驼兽 悠然前进 而另一侧 长官 怎么了 一座小丘陵 原本的雄学中被改造成了一个隐秘的据点 有着褐色短发的老兵抬起头 睁开双眼 令浅黄色的灵能光运闪动 他面色凝重 一旁的魁梧军人立刻站直 肃然的询问 是否出现异常 有点奇怪 带着飞燕的口音的老者喃喃自语 他稀疏的眉毛紧皱 皱纹都叠成一圈 我控制的飞鸟似乎被目标发现了 但似乎又只是单纯的看鸟 他就这么喜欢看鸟吗 那下次换个小动物监控 微微摇头 镇定心神 老者严肃道 我继续监控 你去通知本地小队 我们的目标之一已经离开哈里森港 等到时机成熟 立刻展开计划 将其捕获